大家好,我是Karen和雲羅 今天帶大家下一條 超級無敵海景路線 路線的起點已經有兩個觀影台 上到山頂之外 還有三個超美的打卡位 跟大家看無敵海景 還有一會兒我們會一起看日落才走 美得爆炸 好美啊 真的不是裝出來 拿正中間拿到這個框 這個海 超級美 無敵景 大家就盡情享受一下 大家好,我是Karen和雲羅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帶大家去玩 現在非常好太陽 所以待會是景觀 應該超級美 我超興奮 先說說我們在哪裡 我們是在西貢區 我們現在是非常接近清水灣 後面巴士站叫做大亞門站 今天帶大家走一條 又不屬於極度冷門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一個超級美景的地方 就會看到很多海 還有一個跳板石 不要這麼多廢話 告訴大家 如何前往這個巴士站 今天我們來到鑽石山站 在C出後出 一出之後是一個大型巴士站 今天坐91號巴士 車程大概45分鐘 在大亞門站下車 對了,走了 沒錯 下車後就會往車頭方向 那就走吧 大家向前走幾步 就會看到這個安全島 我們在這裡就要過對面 一過了對面就有一個打卡位 大家在這裡看回頭 是會看到香港三尖之一 釣魚翁 非常之特別的一個山頭 大家也可以在這裡 跟它拍合照 拍完就可以繼續走 我們要走的道路 其實就是在鏡頭的後方 有個馬路斜路 好,我們便會踏上那條路了 走吧 我們剛才沿著馬路 走了三至四個小時左右 便會來到前面 看到有個牌寫著 青水灣郊的公園 這裡便有個分岔位 其實我們待會要走的 大嶺童的路線 是從這裡轉上去的 但其實前面也有大草地 可以看 還有洗手間可以去的 所以先跟大家去前面的探索 待會會回來這裡 開始我們今天的旅程 剛才到廁所出來 已經看到這個景色超美 現在帶大家一起走一場 我感覺到是超美 還有超滿意的 大家是 很棒啊 很棒啊 很漂亮啊 我覺得我已經加了高貨了 今天的影片已經可以完成了 原來大家不想走山 都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觀景台 這裡就是大坑敦觀景台 我們後面 最近我們是青州 青州我都去過 參獨六州 在青上灣參國 遠一點 那群群島 北國洲和南國洲 是國洲群島 地勢非常特別的一堆島嶼 它們全部都是一些六角岩柱 就像大家在萬宜水庫 看到的六角岩柱一樣 這裡整個島都是的 其實青州也有點像 因為這一帶的島嶼 都是六角岩柱組成 就在這麼漂亮的觀景台前面 有一張夜餐桌 這個觀景真是極度開揚 不過就只有一張這麼大把揚 大家看完片就快點排去坐吧 我現在不想上去行山 想留在這裡繼續夜餐 好啦好啦 如果大家霸不到 剛才那張夜餐桌 又不用傷心 因為這裡是有超級多夜餐桌 也有網友問過我 或者卡了圖 就說很多人破風箏也有圖 問我去哪裡 其實是這裡來的 不知道各位網民 現在有沒有看這部影片呢 那我們現在就去前面看了 前面也有個無敵大開景 還有一個比較獨特的 很肥的飆高柱 我們現在就去看了 這裡又有這個絕小框框打卡位 大家就可以坐在這張椅子的中間 拿正中間拿到這個框 就會看到後面一個很漂亮的景 還有很漂亮的自己 哈囉 這裡是大坑敦風箏場觀景台 風景非常開揚 外面就是一大片海了 這裡是更近的看到青水灣的Golf Club 這個位置的樹比較矮 所以超級開揚的看到後面的景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很肥的飆高柱 它真的比起平時的飆高柱 肥很多 它後面還有釣魚翁襯托主 大家也可以在這裡拍張照 其實只是這個位置 相信大家都有拍照 不過我在觀景台的時候 就有幾個暈 遮住了太陽 就不是非常好 但大家千萬不要心急 因為一會兒我們會爬上山 望的景就差不多 還要有太陽 我們現在就一想完這個靠近水平線的一個觀景台 和一個很漂亮的範圍之後 不懶惰的朋友就要跟我上去打大佬 其實是一個小佬 我們現在就要爬上山上 望的景會更多和更漂亮 事不宜遲 出發 我們回來一開始這個T字畫 這次就走另外那邊 有清晰的指示牌寫著龍蝦灣郊遊徑 已經看到我們後面這條鏡 就是我們要搭上的龍蝦灣郊遊徑 我們現在就準備上路了 走吧 等一下跟大家來到這個大草地 因為今天想用一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贊助這段影片的一個贊助商 全靠贊助商贊助我的影片 Karen才可以繼續維持這個頻道 所以想支持我的話 只用一分鐘時間聽一聽我分享今天的贊助 今天的贊助是Shark VPN 其實有看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她不是第一次贊助我的 其實是一個虛弱網絡私有原件 可以確保大家的網絡安全 像大家常常上網買東西的時候 都會用一些信用卡資料等等 用了Shark VPN 就可以大大降低 被黑客攻擊 盜取你們個人資料 其實之前有一集 帶大家去海洋公園纜車景 那集真的超美 大家要看回 可以看到這個無敵大海景 那集都跟大家分享過 其中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和大家轉換IP位置 可以解鎖 看到不同地區的影集 都想和大家分享多一個 Shark VPN的功能 就是 Antivirus 它透過快速或者全面掃描 我們的手機或者電腦 保持它們遠離病毒 還令到我們可以得到即時的保護 下面就會有個專屬連結 或者加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可以享用新年優惠 有三個月免費 還有三十日不滿意免費 免費 非常棒 大家有興趣 記得在下面訂購Shark VPN的服務 現在小妹就說完了 繼續帶大家去大嶺頭山頂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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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上樓梯 都沒有十分鐘 後面的景色快速 大家記得走的時候 不停地回頭看 不要滾到街頭 小心 三點多小時的陽光 已經有少少黃昏感覺 打進海真的是非常好 我推介大家 除了野餐之外 記得上來走一下 我們現在又上高了 其實也是上了沒有十分鐘 這裡超級開陽 我們後面看到整個海灣 剛才平原那邊就不太能看到青水灣 只是航拍機才能看到 但現在大家肉眼都能看到 旁邊也有幾棵蟲蟲 超級厲害 很期待一會上到大嶺頭 跟大家看無敵大海景 還有一會我們會一起看日落才走 好 繼續努力 大家最好穿上行山鞋 不要穿玩玩的鞋 超漂亮 其實我們已經很接近終點了 所以我們真的距離目標不遠 這條路線非常之簡單 雖然是多樓梯 但真的超快超快超快 其實這條上山的樓梯 如果大家不停的話 二十分鐘左右已經可以走到三頂了 我們已經到達大嶺頭的標高柱了 這條非常開人 大家一起過來看看 我們現在就在大嶺頭觀景台的展示牌旁邊 這條有三大打卡位 旁邊就是標高柱 一個方位就是望將軍路市區和釣魚翁那邊 一邊就是跳板石 我覺得最美的那邊 就是對著這個果州群島 這邊就是來爆炸 現在準備馬上跟大家去看 一會兒 最後就會跟大家去看這條路 如果交易紀錄走下去前一點 前一分鐘左右 就會有一個小型的楊原石 就在前面那裡 前面一個非常漂亮的觀景台 我現在就逐一跟大家看 這條路超級漂亮 加上今天的陽光 美得爆炸 真的很美 真的不是裝出來 真心漂亮 真心好藍啊 半個小時就可以上來了 後面就是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就是這個果州群島 外面這個海超級漂亮 因為剛剛太陽就在我的左斜坊 後面這個海也吃光日落的光輝 非常漂亮 大家在這裡就盡情打卡了 好開心啊 好了我現在就在這個跳板石上面了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選擇想前往這條石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前面滑下去就下去游泳了 大家要小心不要走太遠 和量力而為 無敵境 大家就盡情享受一下 回家 現在要快一點 在剛才跳板石的打對面 又有另一邊看 真是周圍都是海 真是非常之開心 這邊我們看到牛尾州 牛尾州我沒去過 但很多朋友都會參渡滬州 或者直立板去 後面那個大家就不可以不認得了 後面遠一點的那個 其實就是橋咀島 看到嗎 橋咀島跟大家去過 有很多珊瑚看 還有一條一小時的行山路線 是非常之漂亮 被海包圍住的 如果這個是橋咀島 後面就是西貢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西貢區 不過就不接近西貢市 西貢市就在那邊 超開心的 這裡看過去 就是整條龍蝦灣郊遊徑的地方 如果大家選擇繼續走下去 剛才剛剛航拍都會看到 整條山徑 路在那邊走下去 就可以看到沙灘 這裡真是極級美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西貢是香港最漂亮的地方 而我們現在就在山頂上 看了一個近青水灣一邊的西貢 也有真是西貢市的西貢 還有西貢對出這些外島 大家可能夏天會比較熟悉 會帶快艇去探索島嶼 除了全部一眼就看完 我覺得真是大嶺和一個好優勝的地方 好了 現在大家不要走著 我們沿著這條龍蝦灣郊遊徑 只是多走這一節而已 就去前面看我們最後一對 我們就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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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 這個就是剛才跟大家提過的 小型版羊圓石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跟羊圓石打打卡 羊圓石後面又是公開這個 其實都是我們看過的方向 這邊就是國洲群島的方向 好了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龍蝦灣郊遊徑餘下的部分 不過今天就不和大家走下去了 今天想介紹的路線 是想教大家在這裡沿路接返 有一個極大的好處 就是沿路接返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日落 擔心大家找不到回程的巴士站 這裡是一個CAPTO 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說跟釣魚翁打卡的位置 我們這次是要轉左 回程的巴士站是在左邊那邊 就差不多了 喜歡的影片記得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 大家才可以看到我更多新的影片 不然你就會錯過了 另外也想大家留言告訴我 如果五分是最喜歡這部影片 一分最不喜歡的話 你會給我多少分呢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我會不會有你 在這裡 我會不會有你